我一会儿打给你啊 芝芝 能力资源部通知你了 袁姐 我是不是真的很差 芝芝 你能力非常强 而且从来没有拖过销售部的后腿 我入行十多年 带了那么多徒弟 你的悟性和能力 绝对怕您潜在 那为什么 所有人都没有被裁 唯独我 据说 这是董事会直接向来支持 董事会 王总 董事会 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误会啊 误会 别人可能对你有误会 让我对你有误会 太难了 好 理解 因为我跟一鸣的事 你心里不痛快 我跟陈一鸣已经没有任何关系 你跟陈一鸣也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因为绿宝的事你对我也有意见是吧 思雨也是这样的 人呢 都有各种不同的身份 你就别方说我吧 我是你的朋友 但是我也是绿宝的董事长和总经理 我得对股东负责对你 睡打住 别又当又立了 我跟你说你要是我呀 也会做同样的选择的 我不会 怎么还没走呢 思雨 我跟你上一课吧 雪中送太和趁火打劫说的是 同一件事情只是角度不同 那我今天就教教你 什么叫雪中送太 高老师 我把我所有的积蓄 全部捐赠给您的实验室 并且没有任何附加条件 你这是在跟我赌气呢 对啊 我就是要压你的风头 你这爱冲动的毛病还没改改 这辈子都改不掉了 思雨 我以最大的善意告诉你啊 你想跟我比 差得太远太远了 就你这点钱 还不够人零花呢 电池专家 是 你猜我碰见谁了 刘洋 他是高老师的学生 他们是这层关系啊 对啊 怎么你想找高老师合作呀 对 本来是想高价买下他的实验室的 但是 被粗暴地拒绝了 为什么 因为李思雨 他回来了 思雨对我 成见很深啊 因为我 要不然这样吧 我再去找找刘洋 让他再做做高老师的次行工作 好啊 谢谢你 不用谢 为甲方分忧 是我们一方应该做的事情 是